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牛顿传》 1642年对于近代科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年初 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去世 而在这一年的寒冬 另一位天才科学家在英国林肯郡 一个叫乌尔索普的小村庄里降生了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埃萨克·牛顿 在由美国学者迈克·哈特发起 《人类历史上一百位伟人》的评选中 牛顿仅次于穆罕默德位列第二 而排在第三位的是耶稣 和两位宗教领袖并驾齐驱 可见牛顿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那么牛顿的影响力为何如此巨大 在他耀眼的科学成就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要讲的这本牛顿传 将为你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本书作者迈克·怀特 曾担任牛津大学的科学讲师 是英国著名的科学作家和传记作家 他曾为伽利略 达尔文 爱因斯坦等多位著名科学家写过传记 还著有多部科学史著作 在这本书中 怀特在综合以往不同版本牛顿传记的基础上 从丰富的史料出发 不仅详细记录了牛顿的伟大科学成就 还为我们还原了光环背后 一个全面真实有血有肉的牛顿 好 下面我会用上下两级 从正面 侧面 以及背面 这三个角度 让你对牛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在上级中 我们来聊聊牛顿的正面 我将为你梳理牛顿一生的大事件 并介绍他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在下级中 会介绍牛顿的侧面和背面 侧面讲一讲牛顿的性格特点 和由此引发的科学史上的争端 而背面 我们来揭秘他不为人知的两个身份 好 我们先来讲讲人们了解最多的 也就是正面的牛顿 一个终身勤勉的科学家与管理者 1642年的寒冬 牛顿伴着风雪降生了 他是个早产儿 出生时身体非常孱弱 还不到三斤 但他还是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牛顿的父亲老艾萨克牛顿 在他出生前两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母亲汉娜给他取了和父亲同样的名字 也叫艾萨克牛顿 在牛顿三岁时 他的母亲再婚 嫁给了十几公里外 一个叫史密斯的教区牧师 史密斯家境殷实 但这段婚姻有个条件 就是小牛顿不能跟着母亲随嫁 于是 母亲只得把他托付给外祖父母照顾 然而 由于牛顿在最需要母爱的时候 被迫与母亲分离 这导致他的性格怪异 不爱与人打交道 更多的时候 他都是在安静地看书 八年后 继父史密斯也因病去世了 他的母亲带着三个脱油瓶 也就是牛顿同母义父的弟妹 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同时带来的还有继父留下的一些财产 以及几百册藏书 这其中包含了不少哲学和宗教著作 牛顿读得津津有味 虽说牛顿喜欢看书 但他起初对上学并没什么兴趣 因为学校经常要求学生 死记应背古典文学和宗教教义 不过要说人家脑子好使呢 许多知识 老师上课还没有讲 他就已经无视自通了 比如说数学 有证据表明 在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之前 牛顿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数学 可是他通过自学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不光头脑聪明 牛顿的动手能力也很强 少年时候他曾读过一本叫 《自然与工艺的神秘的书》 他就根据书上说的 自行设计并制造了许多 做工极为精细的小玩意儿 比如说风车 风筝 水车 日轨 纸灯笼等等 但牛顿的母亲汉娜 却不想让天赋颇高的牛顿继续读书 失去了两任丈夫 汉娜不得不独自承担起家里的农士 他最大的希望 就是牛顿能快快长大 做个勤劳又安分守己的农夫 来接他的班 汉娜甚至还让上中学的牛顿 辍学一年给家里帮工 不过 牛顿的心思 从来都没放在过农事上 他去放羊 放猪 总是遭到投诉 不是牲口啃了小树林 就是践踏了邻居家的玉米地 或者弄倒了篱笆 牛顿因此被罚过款 甚至还被写进了当地法院的不良记录当中 好在牛顿的中学校长斯托克斯 认为牛顿天资聪颖 是块读书的料 正是在他的反复劝说下 母亲才同意让牛顿复学 牛顿自己也很争气 1660年末 18岁的牛顿通过入学考试 顺利进入剑桥大学学习 这也成为他迈向科学殿堂的第一步 现在的剑桥大学举世闻名 然而在17世纪60年代 他距离学术乌托邦还很遥远 那时的剑桥不仅学术落后 治安还不好 剑桥镇上有很多娼妓和黑店 经常发生抢劫事件 因为学生里有不少贵族和富家子弟 镇上的许多居民就靠给他们服务为生 牛顿入学时属于社会的底层 只能当减费生 所谓减费生 就是给一些贵族和富家子弟服务 比如做一些像收拾房间 清洗厕所的工作 贴补学费 不过牛顿算是比较幸运的 他被安排给一个叫汉弗莱 巴宾顿的老师做私人仆役 巴宾顿经常外出 给牛顿安排的活并不多 而且因为巴宾顿就职于三一学院的关系 牛顿得以进入剑桥最知名的三一学院学习 三一学院是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学院 这里的学生除了学习宗教相关知识之外 还学习语言 哲学 文学 艺术 历史等课程 听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 牛顿学的课程都是语言 哲学 文学之类的 他不就是个标准文科生吗 后来怎么就跨专业去搞科学了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17世纪 近代科学还处在萌芽阶段 科学以及科学家这样的称呼都还没有出现 探究客观世界的规律被当作哲学的一部分 称为自然哲学 这也是后来牛顿的重要著作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得名的原因 在剑桥 牛顿对于自然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熟读了先人们关于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倒闭他早几十年的加利略·笛卡尔的书 他都进行了仔细研读 除此之外 剑桥的一些老师对牛顿的影响也很大 比如说 数学家巴罗 他是卢卡斯讲座的首任教授 卢卡斯讲座是由剑桥大学的国会议员亨利·卢卡斯倡议开办的 一个专门讲授自然科学的地方 巴罗教授的数学对牛顿数学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1665年春天 22岁的牛顿拿到了学士学位 尽管他最终的学位考试成绩是第二等的 但牛顿丝毫没有在意 因为学位只是一个跳板 这足以让他继续留在剑桥 继续他在科学上的探索 可不巧在这时 伦敦大瘟疫爆发了 这场由鼠疫引发的灾难 夺走了伦敦及周边地区大约十万人的生命 而当时的伦敦总共才有五十万人 剑桥的疫情虽然不严重 但也受到了波及 于是 1665年底 牛顿回到了乡下 直到1667年初才再次回到剑桥攻读硕士学位 这次回来 牛顿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由于一些研究员在此前的瘟疫中丧生 剑桥一下子空出了九个研究员名额 1667年 在老师巴宾顿的大理推荐之下 牛顿评上了研究员 即使原本就算名额多 加上老师推荐 按资历排 牛顿也很难评上 但一连串的意外 让研究员的名额又临时增加了四个 一名研究员被学校临时解职 另外两名研究员醉酒从楼梯上滚下 伤势严重 不得不提前退休 还有一名研究员在好饮之后冻死在街头 牛顿因此幸运的递捕 26岁就成了剑桥大学的研究员 虽说牛顿成为研究员是运气好 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瘟疫期间 他在乡下认真思考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问题 已经积累了学术爆发的能量 比如 微积分就是他在那时开始研究的 第二年 也就是1668年 他又平上正研究员 头衔晋升的同时 他也开始了学术上的大爆发 先后取得了学术领域的三大成就 牛顿的第一个科学成就是微积分 他发现要研究自然世界 数学非常重要 但有些问题简单的四则运算解决不了 举个例子 一个长方形的面积是长乘以宽 但如果是不规则的曲线圈程的图形 要计算它的面积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可以把不规则的图形切成无数个细长的长方形 再把它们的面积累加起来 这就是微积分的原理 牛顿被认为是微积分的发明人之一 他在瘟疫期间就开始研究这种方法 并在硕士论文中加以应用 后来又进一步改进 并命名为流术 流动的流 也因为他在数学上的突出贡献 他的数学老师 数学家巴罗推荐牛顿 接任卢卡斯讲座教授的职位 这不仅提高了牛顿在学术界的声望 还让他有了稳定且不菲的收入 他的生活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 牛顿的第二个科学成就 就是对光的本质的研究 牛顿从小就对光非常感兴趣 他小时候就曾认真地观测彩虹 并制造了日轨 这是一种通过观测太阳光的影子 来计时的工具 在接任卢卡斯教授职位之后 他首先教授的课程也是光学 光的本质是什么 在牛顿之前众说纷纭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 牛顿在授课之余设计了各种光学实验 比如他让太阳光通过三棱镜 发现白光折射成了七种 按顺序排列的光线 称为光谱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他认识到这和彩虹的原理是一样的 彩虹是因为太阳光通过空气中的小水滴 折射形成的 而牛顿又将这七种色彩的光谱 通过另一个三棱镜 发现又能重新合成白光 于是牛顿推断光是一种威力 不同颜色的光威力混合成了白光 这就是光的威力说 牛顿对于光的研究一度非常痴迷 甚至不顾自己的健康 他曾经在几天之内 做了两个差点让他失明的实验 第一个是为了观察太阳光 通过玻璃片产生的光环 由于长久直视太阳 灼伤了视网膜 眼前的黑斑伴随了他的一生 另一个实验则更让人吃惊 他用一把尖锐的彩纸刀 顶在眼眶骨头和自己的眼睛之间 使劲把眼球向前挤压 突出眼眶 为的是能通过肉眼 看到太阳光产生的不同样式的彩色光环 对于光学的痴迷 也让牛顿很快得到了回报 1671年 29岁的牛顿制造了一架精致的 反射式光学望远镜 比之前使用的折射式光学望远镜 放大倍数更高 而且更清晰 正是凭借这架望远镜 牛顿当选了英国科学界的最高殿堂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并在皇家学会的会刊 皇家学会哲学通报上 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 光与颜色的新理论 在这篇论文中 牛顿细致缜密地论证了他的新观点 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白光 比如说太阳光 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 七种光的威力混合成的 从而解开了自然界的颜色之谜 引起了学界极大的轰动 不过真正奠定牛顿历史地位的 还要数他的第三个成就 提出万有引力定律 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 牛顿关于利语运动的思考由来已久 牛顿被苹果砸到的故事 相传就发生在伦敦瘟疫 牛顿回到乡下的这段时间 但据考证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编造的 最早记载苹果故事的是 法国哲学家福尔泰 他是牛顿的谜地 在牛顿去世后 曾访问过牛顿的外甥女凯瑟琳 当他们走到苹果树边时 刚好提到了万有引力 很可能福尔泰就此把万有引力和苹果树 联系在了一起 虽然牛顿到底有没有被苹果砸中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他必定一直在思考 利语运动的问题 但牛顿完整地著书表达自己的观点 则是在他40岁之后 天文学家埃蒙德·哈雷 对牛顿完成第三个成就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牛顿一生的挚友不多 哈雷算是一个 哈雷比牛顿小十几岁 和牛顿不同 他是个善于交际的人 哈雷在和牛顿交流天体运行问题时 发现了牛顿关于万物运动规律的伟大构想 起初牛顿并不愿意把这些内容发表出来 但哈雷意识到了 这一构想对于天文学 乃至整个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并一直在游说牛顿把它写出来 后来哈雷不仅给牛顿提供了很多天文学的验证数据 还前后张罗 推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的最终出版 这本书是用数学的语言 来描述世间万物的力与运动 总的来说比较深奥 但核心内容总结起来 就是我们熟悉的牛顿运动三定律 简单来说 牛顿运动第一定律指的是 物体在不受外力影响下 总是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第二定律指的是 物体加速度的大小跟作用力呈正比 跟物体的质量呈反比 牛顿运动第三定律指的是 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总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 如今 牛顿运动三定律已经成为物理学入门基础 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进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它让我们认识了这个世界 从日月星辰的运动 到地球上物体的运动 牛顿让我们知道 它们为什么运动 力又在物体的运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它成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基础 自18世纪起 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和内燃机 到电力革命时期的发电机和电动机 动力无疑都是最关键的词语 每次科技革命 都是我们在认识力的基础上 对不同形式力的驯服与应用 毫不夸张地说 牛顿的理论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取得重大的科学成就之后 牛顿的后半生除了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之外 还进军了政界 也同样展现了他非凡的才能 1696年 54岁的牛顿从剑桥搬到了伦敦 出任了国会议员 同时兼任了皇家造壁厂厂长的职务 后来又升任皇家造壁厂总监 17世纪末的英国 旧硬币的制造非常粗糙 没有什么防伪技术 极易被伪造 甚至还有人把银制硬币的边 剪下来用以铸造尾壁 称为剪币 剪刀的剪 货币的混乱一度让英国的经济面临崩溃 牛顿上任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重新铸造货币 牛顿可能是英国历史上 最负责的皇家造壁厂总监了 上任之后 他开始组织回收市场上流通的旧币 并借鉴欧洲一些国家 最先进的造壁技术 重铸新币 比如在新币的测棱上都刻上非常复杂的花纹 这样就杜绝了剪币的现象 为了保证新币的质量 牛顿拿出了做科学研究的尽头 势币攻心 经常天不亮就来到铸币工厂 逐一检查各个环节 他还严格人员管理制度 比如工人们禁止携带任何物品出入工厂 出入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为保证硬币制造的速度 铸币工厂从原本伦敦的一家 开到了英国各地的数家 牛顿也不停地在各家铸币工厂之间奔波 牛顿对于尾币制造者的打击也毫不留情 一经发现 就会建议立即处死 这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甚至有人匿名举报他 诬告他贪污 中饱私囊 但得罪了高智商的科学家 那可真不得了 牛顿此时又扮演起了私家侦探的角色 最终他搜集了几百条线索和证据 把匿名举报者给揪了出来 原来这个匿名举报者就是一个违避制造者 最终牛顿的一系列措施保证了心臂的流通 成为英国经济在18世纪起飞的重要基础 1703年 牛顿又当选了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在任主席期间 他在伦敦市中心 为皇家学会购买了第一处永久会所丹赫亭 结束了皇家学会总是租用办公地点 到处搬家的局面 这也促进了皇家学会和英国科学的发展 1705年 牛顿被册封为爵士 受到众人的景仰 此时年过花甲的牛顿也没有忘记学术 他把自己对光学的研究重新进行整理 出版了另一本剧著《光学》 另外他还对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进行修订再版 80岁之后 牛顿辞去了铸壁工厂和皇家学会的职务 搬去伦敦西郊居住 他一生未婚 晚年由外甥女凯瑟琳照顾他的起居生活 此时的牛顿虽然行动不便 但精神状态还保持得很好 有记载说 80多岁的牛顿满口的牙齿一颗也没有脱落 并且思维敏捷 还能经常出席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 1727年 一次出席了皇家学会的会议后 84岁的牛顿病倒了 半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 一代伟人就此陨落 牛顿死后 被安葬在了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 从英国贵族名流到普通市民 都赶来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送行 许多政界名流甚至都争相给他抬灵旧 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福尔泰正在伦敦考察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看到英国人悼念牛顿 就像悼念一位造福渔民的国王 以上我们讲完了牛顿的正面 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博 曾经写过一首赞美牛顿的诗 自然和自然界的规律隐藏在黑暗里 上帝说让牛顿去吧 于是一切成为光明 牛顿无疑是人类科学史上最闪亮的名字 农民出身的他 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成为了改变世界的伟大科学家 揭开了世界运转的奥秘 不过要想全面认识牛顿 就不仅仅是了解他的正面 在下集里 我将带你探寻牛顿带有性格缺陷的侧面 以及他不为人知的背面 好 牛顿传上集就介绍到这里 我将带你探寻牛顿带有性格缺陷的奥秘